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连续13日经过互联网 互通机制 外资急速撤离香港和大陆 自8月7日起 连续13日沽售A股 累计沽出110亿美元股份 即是说一股不留 当然这种走的速度还继续当中 你就看到中国的投资价值 最近中国的证监会 它说我们减印花税 最新的说减一半 即是减五成 但是你看到有A股以来永远都是3000点 你对比印度的 印度已经六万多点 这个世界只有一样 永恒不变的就是A股 3000点就是永恒 你减有什么用 为什么我说现在直接干扰香港 因为我们香港的财金官员有自主的政策 但是中证监 他们现在计划在香港和国际投资者开会 以阻止外资继续流出 即是别人不投资给你 你就由出面 而最得人怕的不是我们的证监会 香港的证监会 而是中国的证监会直接下来香港 这段新闻由彭博引述获邀的投资者 即是说有些人已经被邀请 中证监政计划与香港和大型资产管理公司这些国际投资者开会 挽回他们对中国和香港的市场信心 阻止外资继续流出 中证监副主席方星凯将主持今次的会议消息更加说 负贷基金和高盛都是获邀出席名单之上 一国两制无论是法制上高 已经沦为笑谈 所谓的法治得不得到保障 你问外资为什么走 不是你和他开会他就不走 因为已经成为了全球资本市场一个共识 就是中国的不确定性和不安全 他们走不是因为赚钱或者蚀本 而是最怕就是有一天连渣都拿不回 你猜他们今天走之前赚过钱 现在走股市低迷 你猜他们不赢到百佳的吗 那你就要问下究竟你们在做什么 第一 如果香港真的有一国两制的 这次就不应该是由中证监出面 是应该用一些好像茶屎美论啊 或者你看到任志刚啊 一些真真正正懂世界财经的人 包括前朝的罗命陈 陈德林 也都可以用黄东盛 有积险没积险都好 开一个所谓的峰会 重新这样展述香港 但是讲好香港的故事行不行 讲好中国的故事行不行 你不是硬件出了问题 而是你们软件出了问题 你有反间谍法 你有国安法 甚至最新的就是有一位外籍记者 他在香港做摄影的 结果他都不能够来 而对于外资来讲最重要的就是新闻自由 你要告诉他他的讯息透明 他确保到你的政策延续 他们来投资 而不是每一天都不同 习主席说的 中国的经济基本面一片向好 既然是这样的时候 你做些什么 而另外一件事当然就是你越权 一国两制下 无论是法治 金融市场 香港有我们的独立性 今天是赤裸裸伸一只手来干预香港 当然 你说这些是不是很重要 是的 哪一个搞死香港 这里已经完全看得清楚 你不是关心 这种是干预 还是赤裸裸地下来香港干预 至今走 自有其道理 香港是一个开放型的社会 来得就走得 而更多一点 更重要一点 就是你们必定要接受 你们真是要挽留外资的 拜托不要下下中国 中国中国是国际 所谓的国际 因为我们香港定位是国际金融城市 是应该根据国际的规矩 而不是中国这里 而我们的官员 他们不停地背靠祖国 跟着发展大湾区 他们做过些什么令到外资安心 现在真真正正体现大量的资金流走的时候 他们在哀痛 一哀痛的时候 放寸大乱 跟着就由中国证监直接派人下来 我们2000年或者2012年的时候 我们有句名言就是说 香港不要一国两制 不如一国一制直接这样 由京官管该怎样就怎样 现在的政策模糊也是一种 房地产金融都见到大量的人出逃的时候 你见到未来 是不是你开完会之后 你承诺了些什么 但是这些是承诺不是法例 现在人家担心的就是法例的不透明 还有人生的安全 还有资金的安全 随意你看到 看到什么 看到汇丰可以随意地冻结私人的资产 可以无理地不让人进入香港 甚至一些外国人或者香港人 去到外国说了一些 中国或者香港不合听的说话 用国安法一来到的时候就拘禁 其实不是今天发生 就是当日 有一位年轻的律师 他在中环上班 结果他路见不平 被判监三个月上诉不果 他到美国国会出席听证会的时候 他直指这个就是新香港 你不把它调整 你说什么都没用 因为资本市场不是看你说什么 而是看你做什么 减印巴税 和你的股票的价值实际是没意义的 是不是 现在中国横行三千点 我们香港就横行万八点 一个城市的沦落 不是说没有了人 没有了高楼大厦 他没有的是法治 是香港人的价值观 当这些什么都没了 这个已经不是香港 其实说这句说话 我自己都有一点颓丧 但是你要明白 事实正在发展当中 7日 不是13日 走资110亿美金 事实上 过去这段时间 我都跟大家讲过 直接这些深港通 走了是540亿美金 只不过不停地增加增加 这一次是将会一次称空 外资的奴隶 节目做到这里 希望大家like 追踪share 订阅科金看广告 可以说加入美元和飞床 代表安天娜 需要大家支持 拜拜 IM澳洲移民公司 专注移民二十几年 为18至47岁香港人 精选最出色的移民课程 全程学费港币15万内 无需阿斯成绩 我们为18至31岁的港人 申请工作假期签证 合资格人士 雇主愿意提供劳工移民担保 有护理资格的港人 可以推荐雇主安排工作 扮理劳工定居签证 没有年期上限 我们也为50岁以上的港人 申请居留签证 澳洲比英国更容易找公同入籍 想移民澳洲 就快点找Christy啦